AG超完会揭幕战开门红 终于的露娜打出单子局 2024年KPL春季赛揭幕战 AG在成都主场以3比1 轻松战胜了广州TTG 取得了新赛季开门红 双方在首发人员上都有些变化 AG在辅助为由大帅替代了Kat 主教练换成了奶茶 而TTG这边打野位换成了小白熊 由张凯出任主教练 这场比赛AG再次展示出统治力 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班三局 最后一把甚至打出了玲珑塔 大帅也拿到了KPL生涯首个MVP 得到了哥鲁吉说的认可 首局比赛 AG掏出了一手杨玉环打野 辅助拿的还是蔡文基 可能是在独子换不会出梦眼 开局TTG一直围绕下路出节奏 孙并的大招配合一星的大招 真的是匡道谁谁死 AG在前期伤害和奶量都不够 只能被TTG追着打 子换这把早早就出了梦眼 在下路闪现匡道三个 这一波直接就把AG打炸了 经济差越拉越大 AG这边没能把比赛拖到大后期 14分钟不到被TTG拿下水晶 第二把双方在前期是55开的 都是在置换人头 但AG的节奏还是站上风 率先拿下了TTG的中低塔 此时AG在视野上占据了优势 在比赛10分钟时 TTG突然着急了 状态不好强行开暗影暴君 最后龙还被一诺抢掉了 中意的蓝灵王绕后切掉双C TTG在龙团一波猝死了 都被一诺抢了 10分钟之后的暗影暴君 这波还在追击 虽然给个大招挂了个减速 给了个链子 AG无打而直接一波拿下水晶 第三把AG掏出朵利亚加凯 保一手一诺的大射加罗 在比赛三分钟 中意在对面红区想对王绕军动手 TTG的人支援得更快 苏联一个大闪收掉了AG野斧 不过轩然马上进行了一波止损 这波之道静没大招 直接一闪踢死了静 轩然真的有大将之风 轩然三个一 直接拉死了小白熊 把小白熊击杀掉的话就还好 这样的话TTG打也先倒 TTG虽然在人投数领先 但还是被AG压着打 在比赛14分钟 AG先抓到了苏联掉点 TTG四打五还想抢龙 今天的TTG对龙太有执念了 结果龙没抢到静自己也没了 TTG似乎还有想法 静过来了 直接冲进去想跟踪一拼扯 没有成功 小白熊的位置就变得很尴尬了 想换位过去看能不能换一个 没办法 最终被伊诺给拿下 AG顺势破掉TTG三高 在比赛19分钟一波拿下水晶 冰线进去了 先杀人 再推打不足够 一直都没有提到冠冲的复活甲 但是身后队友伊诺已经把水晶给点掉 让我们恭喜成都AG超完会 大帅的朵莉亚拿下了MVP 第四把就是中意的个人秀了 以前以为她的竟能打单子 没想到她的露娜也能这么秀 先是在下路一打二单杀风霄 自己还撕血逃走了 随后在中路这波月塔左飞又飞 把伤害和控制拉满了 这波连个大爷都没看明白 必须得回去看慢放 此时露娜的经济已经遥遥领先了 直接越两座塔乱飞 感觉TTG被打的兴气都没了 一个接着一个掉点 其实这把渲染的表现也非常好 达摩多次提到C位 最后一波渲染把戈牙给切了 AZ打出15比0的人头比 手感是越打越热 以目前的局势来看 AZ进入S组应该十拿九稳了 大家对于今天大帅的表现怎么看